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承认 白宫正在考虑包括削减工资税和资本利得税等在内的多种减税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美国金融市场频传经济衰退预警 白宫此举旨在提振经济增长 防止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 白宫正在探讨削减工资税的可能性 寻求通过为消费者减负刺激经济增长 对此特朗普20号承认 白宫的确正在筹划削减工资税举措 并表示已经酝酿这一计划很久了 美国个人消费开支占经济总量约70% 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削减工资税旨在增加消费者可支配收入 为经济打一针消费强心剂 除此之外 美国媒体称 白宫内部还在讨论撤销部分关税的可能性 牛津经济咨询社的经济学家预计 美方计划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最新关税 将直接导致今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约0.1个百分点 同时 关税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持续到2020年 且负面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散 美国媒体报道说 虽然美国正处于有历史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期 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警告 经济衰退正在逼近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近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多数受访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经济衰退将在未来两年到来